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CNN美国有线新闻网最新消息 2月19日 一场致命的洪水导致了美国加州大范围停电和破坏性泥石流 加州大部分地区又遭遇新一波恶劣降雨 造成一场猛烈风暴 太平洋风在西海岸吹过狭窄而强烈的暴风雨带 给湾区带来了严重的雷暴和阵风 国家气象局发布的该州气象地图上 亮起了洪水冰雹和龙卷风的警告 加利福尼亚州数百万人将收到洪水警报 周一下午 当一场风暴进入旧金山以南的圣马特奥县西南部时 出现陆地龙卷风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连串雷暴席卷了中央山谷北部 与此同时 南加州首当其冲地遭受了风暴的袭击 文图拉县和圣巴巴拉县的降雨量多达10英寸 其中山路地区的降雨量最高 由于洪水袭击造成严重水禁 圣巴巴拉机场于周一开始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由于洛杉矶持续下雨 加州公路巡逻队不断清理车祸事件 洛杉矶以南的部分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已关闭 这场风暴导致八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数百座房屋受损 该地区的降雨量高达8英寸 而洛杉矶的降雨量为4英寸 超过了该市20多年来单日降雨量最多的一次 圣莫尼卡山脉 好莱坞山和比佛利山庄的山洪一直持续 迪斯尼勒园被迫缩短开放时间 南加州的其他公园 包括布埃纳公园的诺什江国农场 和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全部关闭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在往北 包括九金山市在内的九金山半岛 降雨量达到2.5英寸 圣科鲁茨山脉降雨量为3-5英寸 大苏尔海岸降雨量为3-6英寸 萨克拉门托山谷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强峰之下 周一早些时候 一名在萨克拉门托伊东 埃尔多拉多山小溪附近露营的男子 在汹涌的洪水中被救出 暴雨期间 Mission Creek变成一条汹涌的河流 两周前的暴风雨期间 小溪泛滥成灾导致一些家庭疏散 在洛杉矶市长凯伦 巴斯周末已经在提醒居民做好准备 在该市的丘陵社区 房主和工人准备了沙袋 并在泥泞的山坡上铺设了塑料防水布 这些山坡上仍然留有上次风暴留下的伤痕 加州地处北美洲西部海岸 面向太平洋属于地中海型气候 该地区冬季湿润 夏季干燥 太平洋高压经常影响该地区 形成稳定的负热带高压系统 但是 由于洋流和下层水汽的影响 加州沿海地区依然会受到一些风暴的影响 首先 加州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板块运动频繁 地震和火山活动较为活跃 这位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提供了有力的地质条件 其次 加州临近墨西哥湾和太平洋 这两个地区都是热带气旋的主要生成区域 像飓风等级的风暴 如果从东太平洋或者墨西哥湾生成并北上 就很可能袭击加州地区 此外 见爱尔尼诺和拉尼纳等气候异常现象 也会引发加州及附近海域的大气环流异常 增加飓风登陆的可能性 此外 加州所处纬度较低 属于负热带高压带 该高压带南部和北部均是低压槽 有利于热带气旋的生成 如果东太平洋或大西洋上的热带风暴 北上进入负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区 就可能影响加州地区 最后 加州周边阳面存在强大的阳流系统 如加利福尼亚阳流和亚利桑那阳流 这些阳流会提供飓风等自然灾害所需的海洋热量和水汽条件 如果遇到爱尔尼诺事件时 海洋变暖或大气环流异常 风暴北上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因此 加州靠近多个飓风或热带风暴生成区域 且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阳流和负热带高压系统为风暴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气候异常如爱尔尼诺也会引发风暴频发 这些因素叠加 导致加州地区常常遭受风暴的袭击 未来如果气候变化导致风暴增强 加州很可能会遭受更高强度和频率的极端天气事件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 是频繁极端天气事件的最直接原因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使得地球持续变暖 给极端天气事件提供了能量 具体来看 人类主要有以下几类破坏性活动 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加 首先是工业化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 二氧化碳 甲烷等温室气体可以吸热 导致地球比工业化前温暖了近1.2摄氏度 这改变了全球气候系统 使得热带气旋 暴雨等极端天气更加频繁 强度更大 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开始 使得化石燃料消耗量急增 发展中国家近代工业化 也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上升 其次 航空交通导致高空气溶胶增多 飞机尾气中含有水 硫酸盐等气溶胶 这会形成凝结又何 增加高云的形成 对辐射收支产生影响 削弱平流层对流 影响天气系统 全球航空网络的快速扩张增加了这一效应的强度 与此同时 大规模砍伐雨林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像亚马逊雨林等是全球重要的碳汇 大量砍伐会破坏生态系统平衡 使碳排放增加 这减少了陆地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 雨林消失也影响水循环 削弱区域降水 不容忽视的是 城市化增强热导效应 建筑物和人工道路的使用 使得城市比郊区温度更高 这会引起局地环流变化 影响降水分布 城市热导也会加强城市地区的暴雨强度 全球城镇化趋势加剧了这一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 过度放牧导致土壤质量下降 大量牲畜吃草会破坏植被 加速土壤侵蚀 这降低了土壤对水分的吸收能力 导致洪水风险增加 放牧也释放甲烷 这是一种强小温室气体 同时 农业过度使用化肥导致氮循环失衡 化肥使用导致一氧化二氮排放增多 这是一种温室气体 也会产生氧化性气溶胶 影响大气化学过程 对降水产生影响 另外 使过度捕捞破坏海洋生态系统 大量捕捞会导致渔业资源枯竭 海洋生物多样性下降 这影响到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也降低海洋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 环境也受到使用寒拱的采矿技术的影响 一些开采过程会释放出拱元素 这会挥发到大气中 在空气中氧化成拱化合物 沉降到海洋和土壤中改变生态系统 也影响气候 此外 过度开采地下水 降低土壤润湿度 许多区域过度利用地下水资源 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土壤干燥 这减弱了土壤作为碳汇的能力 也影响植被对旱灾的抵御能力 值得提醒的是 大规模燃烧煤炭造成污染 煤炭燃烧产生烟尘污染 这会形成大气中气溶胶 影响辐射收支 对气候产生影响 如果个人在户外遇到风暴 应采取措施以尽量避免或减轻风暴灾害 首先 要尽快找岩石建筑物避险 避开临时建筑 减露房屋 选择体质坚固的高层建筑 购物中心 地下室等岩石建筑避难 其次 要远离临街的玻璃窗 玻璃破碎会产生大量炸裂式碎片 可致人伤亡 应尽量远离窗户 避开被玻璃划伤 远离松动垃圾箱 路牌 翻倒的树木等飞来物 风暴中这些物体都会成为危险的导弹 应远离它们可能飞散的路径 与此同时 要尽量待在较低处 山坡 高地上的风速风力都更大 危险系数更高 最好尽快移动到谷地等低洼地势 避开树木 树木可能会折断或者连根拔起 无法提供可靠遮蔽 应远离树木 也不能停留在树下 更为重要的是 要小心操作机动车辆 风力过大时 机动车辆失控可能性极大 非必要不驾车 即便驾车也要放慢速度 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容易被忽视的是 要尽可能远离电线杆 悬挂电线 风暴中电线杆容易被刮倒 触电风险极大 如遇电线杆倒塌 切无触碰断裂的电线 远离河流 积水街道 山洪爆发时 河水会猛涨 道路和下沉地区也可能被淹 应远离这些区域 避免被卷入水中 当风暴来袭时 小区应采取一些重要措施 以减轻损失 保障居民的安全 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系统和应急预案 风险区应安装气象监测设备 并以气象部门信息共享 建立从预警到灾害应对的全过程方案 并定期开展小区风险避免演练 其次 要加强基础设施抗灾能力 检查公共建筑 医院学校等的安全性 必要时进行加固 检查街道树木 预先移除病树等危险因素 确保交通药道 通讯 供水 供电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备灾能力 与此同时 要做好群众送医送难工作 对重症患者 特殊人群以及灾情信息不变地区的困难群众 应提前安排转移就医或送往指定避难所 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 要加强针对重点区域的防护 低洼地区 临海地区 山坡地区 以及传输管线附近地带的防护尤为重要 这关系到次生灾害发生风险大 要针对性实施防护 不能不提的是 要完善避难场所建设 评估并选择风险较低的岩石建筑作为指定避难场所 并提前储备充足的生活物资 水源 发电设备 以保障长时间供给 此外 要加强灾害情报发布 通过小区广播 短信平台等 使居民实时掌握灾害风险及避难方案 并向特殊人群提供针对性安置指引 帮助其有趣撤离 实际上 洪水会对交通运输产生剧烈的影响 首先 洪水期间河流水位暴涨 水流湍急 会对桥墩桥台造成冲刷 桥台基础被冲毁会导致桥体整体损坏坦 直达式桥和悬壁式桥尤其容易受到洪水冲击 其次 道路沿线如果防洪排落系统不健全 极易被洪水淹没造成交通中断 隧道 地下通道也可能积水严重 道路基础被冲毁也会导致交通断裂 不能忽视的是 铁路路基和桥寒若遭受洪水侵蚀 会造成铁路线路扭曲 断裂 洪水还可能冲毁铁路电力设备 信号及机车交路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 如油气管道架设在和流峡谷地带 一旦发生洪水和山洪 管道可能会裸路 移动 扭曲 甚至破裂 更为重要的是 市道路积水严重会导致全市交通系统瘫痪 地铁也可能发生积水 涌水事故 此外 洪风来袭时 船舶无法通行 港口也会停运 特大洪水还可能冲回码头 淹没停泊的船只 容易被忽略的是 机场需要临时封闭 直到洪水退去后 修复跑道才能恢复运营 极端洪水还可能冲进航站楼 对设施造成破坏 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防洪排涝建设 提高整个运输系统 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 最大限度减少洪灾可能造成的损失 另一方面 洪水也对农业生产 也会带来严重影响 首先 洪水期间 河流泛滥成灾 冲垮堤坝 冲毁灌溉工程设施 水利枢纽设施损坏 这都直接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条件 其次 洪风期间 农田被淹 农作物被淹死或冲垮 如水稻 小麦 玉米 棉花等经济作物损失严重 此外 素生蔬菜 瓜果在洪灾中也遭受重创 与此同时 洪水过后 大量淡水带来的盐分残留在土壤中 土壤代谢发生障碍 此生炎子化严重 影响土壤肥力 不能忽视的是 洪灾前后 高温多于天气 离于各种农作物并虫害的产生与传播 可能导致蝗虫 稻飞尸等湿牙害爆发 火烟粉病 双霉病大面积发生 造成更大损失 此外 除直接经济损失外 水库潜在洪水威胁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生命财产风险 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需要留意的 还有在洪水发生后 应该重点排查一些安全隐患 首先 要密切关注防洪工程 重点检查水库大坝 提防 支撑体系的安全状况 及时发现潜在安全隐患 如果发现坝体渗漏 裂缝 破面塌方 扶压和渗流异常等情况 要立即组织专家评估坝体安全性 防止水坝溃坝事故发生 其次 要检查关键的公共设施 如桥梁 隧道 宫殿 宫水 燃气等重要设施和管网 可能受损或冲回 要立即进行全面排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避免二次灾害发生 更重要的是 要查看危险化学品设施 如原油和天然气管道 以及相关加工厂等设施 要重点检查 防止泄漏 爆炸等事故发生 值得关注的 是要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 要对已知的和新发的滑坡 沿塔等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 及时进行处理 防止发生山体垮塌 只有认真全面地开展各类隐患排查 才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有效遏制和减轻次生灾害危害 各国在应对洪水灾害方面 积累和应用了大量前沿科技 这些技术为提高防空减灾效果 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高精度气象水文预报预警技术 能提前和精确预判可能发生的极端降雨和洪水过程 为防范减少损失提供科学支撑 采用雷达 卫星摇杆等方式进行高密度水文监测 然后运用云计算和AI技术提高数据处理和模拟预测效率 建立惊奇化城市内涝山洪灾害风险评估体系 找出重点防御区域 工程防洪方面运用BIM 虚拟模拟 3D打印 机器人 无人机等前沿技术 提高防洪工程的抗灾性能 运用海绵城市理念通过分布式雨水储蓄工程增强城市蓄制能力 还使用轻型折叠防御墙具有快速应急堵塞防洪功能 加强应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进行灾害风险发布 监测预警 救援指挥 构建信息高速的智能防洪体系 运用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进行防灾演习和救援员训练 全面提高防洪抗灾能力 此外还有各类高标准的蹦站排绕设备 系统工程运用于洪水应急处置 无人运输系统 保障重要物资运输等等技术均体现了防洪抗灾管理的前沿理念 这些成熟运用的技术为减轻全球性水患损失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世界各国合作 共通有无 携手努力 洪水等灾害事件 必将得到进一步防范和改善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